灭王纪上第六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 所罗门遵以色列王第四年西服月 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 长六十走、宽二十走、高三十走 殿前的篮子长二十走 与殿的宽窄一样 或十走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能 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 造了三层旁屋 下层宽五走 中层宽六走 上层宽七走 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 免得插入殿墙 建殿是用三中凿层的石头 建殿的时候 锤子、虎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 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 门内有悬螺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 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 所罗门建殿 安置香伯木的栋梁 又用香伯木板遮盖 靠着殿所造的旁屋 每层高五走 香伯木的栋梁 搁在殿墙坎上 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 论到你所建的这殿 你若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典章 遵从我的一切诫命 我必向你应验 我所应许你父亲大位的话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 所罗门建造殿宇 殿里面用香伯木板贴墙 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 又用松木板铺地 内殿就是制胜所 藏二十种 从地到棚顶用香伯木板遮蔽 内殿前的外殿藏四十种 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 一概用香伯木遮蔽 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 殿里预备了内殿 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 内殿长二十种 宽二十种 高二十种 墙面都贴上金金 用香伯木做痰 包上金金 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 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 扇用金包裹 全殿都贴上金子 直到贴完 内殿前的痰 也都用金包裹 他用橄榄木做两个基路薄 各高十种 安在内殿 这一个基路薄有两个翅膀 各长五种 从这翅膀间到那翅膀间 共有十种 那一个基路薄的两个翅膀也是十种 两个基路薄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 这基路薄高十种 那基路薄也是如此 他将两个基路薄安在内殿里 基路薄的翅膀是张开的 这基路薄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 那基路薄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 里边的两个翅膀在垫中间 彼此相接 又用金子包裹二基路薄 内殿外殿 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薄 中树和初开的花 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 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 门楣门框 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 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上 刻着基路薄 中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 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 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 用松木做门两扇 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 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 上面刻着基路薄 中树和初开的花 都用金子贴了 他又用凿层的石头三层 香薄木一层建筑内院 所罗门在为第四年西服月 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 到十一年布乐月 就是八月 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 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 明天 谢谢大家